大家好,在开始之前,我想分享一些有关我来大学健康网络的原因 多年前,我被诊断出患有哮喘,并被转诊至多伦多西区医院 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出色的飞科专家 我平时定期的呼吸检查,也是见这位专家 我的哮喘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我工作、旅行和享受生活 那是2001年,我病得很严重,病因肺和心衰竭住院 两周后,我出院,去使用氧气 最终转诊至多伦多西区医院的肺康复计划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我逐步恢复体力和勇气 这是我康复旅程的开始 数年后的,2014年,又发生了紧急情况 这一次,我必须插管,并使用呼吸机 我在多伦多全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待了整整十天 我的处境很糟糕 我的家人因为不知道结果,而痛苦不堪 只是在我床边祈祷,并希望我会好起来 值得庆幸的是,在多伦多全科医院医疗团队的支持下 我最终脱离了呼吸机,便能进行康复,以恢复体力 我想分享这一经历 以强调,进入重症监护室,绝不能掉以轻心 尤其是当我们听到,有更多的新冠病毒患者需要进入重症监护室治疗 我继续参加肺康复计划,并进行后续医疗复诊 对我而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保持我的肺部和心脏,以及整体健康 每次去大学健康网络就诊时,我都会去患者和家庭图书馆 戒约书籍,录像和文章,以帮助我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健康 就在那时,我决定成为患者合作伙伴 我想与其他患者,他们的照料者和工作人员分享我的亲身经历和知识 并帮助改善大学健康网络的护理 突然,新冠病毒疫情来了,我们的生活被极大的打断了 关于新冠病毒如何快速传播,以及我们的局势如何严重 有很多的讨论和不断的提醒 由于我的呼吸系统疾病和其他慢性疾病 我确实很担心 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病毒禽扰 几个月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公寓里,想念家人、朋友等等 有很多孤独的时间和漫长的有压力的日子 然后就有了宣布,一个希望,在隧道的尽头出现曙光 新冠病毒疫苗即将面世 终于解脱了,我有很多问题和要考虑的事情 例如,疫苗适合我吗? 由于我的慢性病和健康状况,这会安全吗? 我可以问谁? 我可以去哪里获得可靠和可信赖的信息? 问题得到解答 我准备好我的问题 并与我的废客专家和家庭医生进行了讨论 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非常之重要 这是我一直以来都会做的事情 我将继续做下去 通过我们的讨论 他们都确认并强调了疫苗接种的重要性 因为疫苗的益处大大超过了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尤其是在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中 为了帮助我继续了解有关疫苗的更多信息 我也一直在关注可靠的资源 以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 我要提到的一些内容包括 听取多伦多卫生局医务官 Eline Davila医生的报告 访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网站 和大学健康网络新冠病毒网站 疫苗网站等等 观看在线研讨会 例如多伦多全科医院与西区医院基金会 信息发布会的问答 以及在推特上关注医学专家的帖文 例如夏克威医生和李奇尔森医生 有了这些信息 同时又接触到这些资源 令我充满信心 相信接种疫苗对我来说是正确的 因此当我收到邀请 作为大学健康网络移动疫苗 接种四点计划的一部分而获得疫苗时 我就准备好了 该计划派员去老年居民的家里和长期护理客户的居所 我立即注册 几天后我收到了第一剂辉瑞疫苗 我接受疫苗的经历真的很完美 真方便 我不必搭公车出门 而且组织得井井有条 注射是如此之快 我几乎没有感觉到什么 此后几小时 除了手臂轻微酸痛以外 我没有任何其他副作用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以这种方式接种疫苗 对我来说 接种疫苗非常重要 以尽可能保护自己 避免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患上重病 这对我来说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此外 通过保护自己 我将保护他人 包括我的家人 朋友 社区 以及有接触的人 过去的一年 是漫长 而充满挑战的一年 远离所有人 但是 接种疫苗 意味着 我现在离 看望我的母亲 又近了一步 我们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了 她住在长期护理院 同时 我也可以与家人 朋友 共度时光 以及回到社区活动中去 我觉得 我会感到更安全 也有更多的自由 出门去享受一杯 意识浓缩咖啡 和我最喜欢的烤饼 我也 很想去 我最中意的 位于 尼加拉大瀑布 精神中心 旅行 我每年喜欢 去那里休息和充电 我真的希望 我今年夏天 能去那里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感谢 感谢观看